好,现在我们给出极限的严格的定义,或者是正式的定义 我们应该说是这个 叫做 formal 或者是precess 我们给出极限的严格的定义,我们以前只是给出极限的直观的定义 那直观的定义就是说 当x closer and closer to a 那么也就是说,x越来越接近于a的时候,函数值跟 L的直,L是无限接近于L x,fx无限接近于L 我们说L是它的极限 那 这个在数学上不是很严谨的 我们说x closer and closer to a fx can be arbitrarily close to l 那这在数学上不是很严谨的 那严格的数学 那严格的这些数学对极限的定义是什么样子呢 它的定义是这个样子 我们应该说for for epsilon大约0 就是对任 对所有的epsilon大约0 存在 应该说是for 这样子不是 我们应该这样子更严谨的 for any for any fixed 一样的 说法的一样的 我们可以这样算 for all epsilon大约0 对任何的epsilon大约0 for any exists d 大约0 那dlta可能跟epsilon相关的 你不同的epsilon可能对应的不同的dlta sage that sage that sage that 使得当 x-a的绝对值小于dlta 大约0的时候 这个不等式 fx-l 这个绝对值小于epsilon乘1 那我们就说 这个 那我们就说这个limit 当x去进入a的时候 它的极限是l 这听起来 听起来也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光是 对有些同学来说 可能不光是 英语的问题 不光是这个 语言上有问题 就是翻译成中文也不是很好 理解 因为在 我们在国内的同学对于这个定义 也一样的不好理解 因为我们说的 又是epsilon 又是delta 又是 这epsilon也是不等式 delta也是不等式 x-a又是不等式 全是不等式 全部用不等式来说明的 而且读起来比较好口 哪怕用中文来说 也都不是很好理解 我们说对所有的epsilon大约0 存在一个delta大约0 是的 当x-a的绝对值 小于delta大约0的时候 fx-a fx-l的绝对值 小于epsilon 这个不等式成立 即使是用中文 我们自己熟悉的中文来解释 来叙述 这些都是不好理解 那是 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这个 CACLUS比较难以理解的部分 因为这是极限 这是我们维基分音严格过程中间的出现的一个 比较拗口的定义 但他也是把这个极限的定义 严格化了 我们 要怎么样去理解 怎么样去理解 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们看直观的定义里面 我们说是x 我们说的是x 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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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那我们可以说是,什么是接近?接近就是distance,我们说distance在fx和l fx,是不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可以任意的小?那也就是距离,那么距离用什么描述呢?距离就是用绝对值来描述的 那么距离值,距离可以任意的小,是不是他们的距离值可以小于任何的一个证书? 那么,可以小于任何的证书 因为距离是正的嘛 那我们把这个任何的positive number,我们用epsilon给定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for 任何的证书 我们说他们之间的,他们之间可以任意的接近,那么任意的接近就是什么?他们的距离可以任意的小,任意的小,也就是说可以小于任何的证书 那么他们这个就是乘域,那么他们这个就是乘域的吗?那 那么我们说,X 越来越接近于 越来越接近于A 它意思就是 它意思就是 只要 对 A 充分的接近于 我们可以任意的接,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于A的时候,他们可以任意的小,也就是说,当X到某个程度以后 到 接近于A到某个程度以后 那么我们说这个不等式成立 那这就是我们充分的接近 那也就是说,我们到某个程度以后 那我们这个不等式成立 到某个程度,也就是表示说 它是充分的接近 那么充分的接近是什么呢? 充分的接近就是 我们存在 close close enough 那么close 我们也是用distance 那也就是说 X-A 也就是说 它已经足够小 那么 就是它足够接近 那也就是说 它们的距离足够的小 那么 那么 足够小 也就是说 存在 足够的小 也就是说 它们小的某一种程度 嗯 嗯 应该说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那么足够的小 也就是说 啊 也就是说 它 它可能小于某个 可能小于3 某一个证数 那我们把这个小证数就是 就是 叫做 德尔塔 也就是说 存在 德尔塔 大于是 的 那么 是的 X-A小于德尔塔 大于 那么我们是接近吗? 我们不是等于吗? 所以 这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说 是通过直观的 可以通过直观的定义 一步一步的严格化 然后用数学语言 严格化 是这样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 现在严格的定义 它的 它的 真实的意义 实际上也就是说 把我们的直观定义 一步一 直观的定义 用数学的语言叙述出来 那用数学的语言叙述出来以后 那有时候 对我们来说 比较困难的是 如何 利用这个 极限的定义 去证明极限 这个时候 我们比较 也是另外一个 比较蓝一点的地方 我们如何用这个极限的严格的定义 去证明一些极限 那么它的通常的做法是这样子 那么它的通常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们从不等式出发 fx-l 小于ε出发 那我们去 去导出这样的一个不等式 那么从这个不等式求去导出这样的一个 把这从这不等式出发 一定要得出x-a 小于这个什么数 那么小于这个东西 我们就叫做delta 小于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delta 我们要找的delta 那么一定是先从这个不等式出发 因为ε是给定的 L野兽也是通常是我们是知道的 那问题是在我们的定义里面 只有这个delta是我们不知道的 因为在这个定义里面 我们说zero exist 那么你只要把这个exist这个东西找出来了 那我们就完成了 那也就是说只要找到delta 那我们就任务就完成了 我们只要找到delta 我们任务就完成了 当然说我们还会有几句话要说 那一定是从这个出发 一定从这个不等式出发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看一看两个立体 第一个立体 好我们直接说show x tends to x tends to x去击一吧 i6平方 减一 x减一等于2 那么我们说的是说for 我们因为这个是任意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 我们不需要给定 我们说是任意的 那我们从这个不等式出发 这是fx 那么这个是l 那么从这个不等式出发 这个不等式 那么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就是我们把x先把这个简化一下 因为我们只是x趋近一 这不等式就相当于是这不等式 那我们把这个约掉以后就会变成什么呢 把这个不等式通过变形 我们从这出发 我们把这个不等式通过变形啊放缩啊 这个是我们是通过变形 或者是放缩 各种方法我们得到这个不等式 这个是我们所要知道的 所要做的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得到的是这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我们还没变形完 那我们再继续变继续变 会变成x-x加1再-2 小于epsilon 那我们得到的是x-1小于epsilon 那么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是x-a 小于某个数 这是x-a小于某个数 那右边就是我们的delta 那我们就取 delta就等于epsilon 那么最后要我们已经找到了 那基本上就完成了 当然我们还要写一句话 就是把定义里面的 那几句搬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找到的这个 那么 只要x-1 这绝对值小于delta 大于0 这个x平方-1 x-1 这是照写的 就是把里面的fx 换成 这里的具体的表达式 那里的lo也换成这里的具体的 这个值就行了 那么最后你写一下 x平方-1 x-1 这是等于2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证明完了 这是一种方法 当然说这个题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还有一些东西 还有些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它会出现 它会出现一些跟 直接变形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那么它会出现一些 跟x相关的 那么我们for any epsilon大于0 我们说的是 根号下x加1 再减3 好 要小于epsilon 那么这个等于加于什么呢 那因为这是根号相减 我们在前面求极限的时候 我们出现根号 我们就有理化 所以就是根号x加1 再减3 乘上根号x加1 加上3 那么小于epsilon 那么要除以一个 根号下x加1 再加上3 那么小于epsilon 那这个等于加于什么呢 那么就变成x加1 再减9 分 就变成根号x加1 再加上3 小于epsilon 那这个我们就变成了x 那这个我们就变成了x 减8 已经出现了x减8 已经出现了x减8 因为这是x去减8 所以要出现x减8的一个绝对 那个不等式 好 根号下x加1 根号下x加1 再加上3 小于epsilon 那这个等于加于什么呢 这个等于加于x减8 小于 那么根号下x加1 再加上3 好 乘上epsilon 但是这里我们看右边有x 那就不行啊 我们一定是右边是跟子跟delta 跟epsilon有关的 不能跟x 只能跟epsilon相关 不能跟x相关 那我们要把这个用一个常数画出来 但是 x是 因就是 因为它是趋近吧 所以它是 你要把 那 那 那我们 不防射 那我们 不是一般性啊 我们 假设 x 大于7 小于8 x 大于7 小于8 那么 那么 根号下x加1 再加上3 它就会小于 小于9啊 因为它是8的附近 它在8附近 那我们两边各移一个 那么肯定是包含了它这个附近了 那我们 那我们 根号下x加1 再加3 它就小于 根号 10 加上3 大于根号 8 加3 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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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只要 这个 啊 把这边放得更小 那它 x 绝对值小于一个更小的数 那它一定会小于它 所以 我们 知道 x-8的 啊 只要 只要 x-8的绝对值小于 啊 根号8 加上3 再乘上 ε 啊 那么 x-8的绝对值一定小于根号 小x加1 再加上3乘上ε 那跟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倒退回去的啊 这些可以倒退回去的 那么 这个 成立 啊 这个成立 也就是说原本的这个是成立的 那我们 我们 x-8 小于更小的数 那它肯定小于比它大一点的数 所以我们 嗯 取 delta 等于 根号8 加上3 再乘上ε 那么 只要 x-8的绝对值小于ε 小于delta 大于0 那么这个部分是就成立了 啊 我们写到下面 刚好x加1 再-3的绝对值小于ε 成立 啊 后面这句 你要找到delta以后 后面这句 就是我们定义里面的说法 那我们就可以证明 x-7 8的时候 跟号下x加1 x-3 这是我们证明的方法 这是我们呃 证明这个 用极限的定义来证明我们极限的存在的一些方式的就是标准化方法就是这样子做 好 那 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 那这个嗯 最后两句话就是 这个定义 啊 这些这个严格的定义或者是正式的定义 呃 对于我们 不是数学系的学生来讲 能够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 你就跳过去就行 你就用我们以前的原本的直观的定义去理解极限就可以了 不影响你后续课程的这些学习 但是对数学系的学生 那一定最好是把它 理解了 而且能够 用好运用好 就像我们后面 啊 他们是什么意思 怎么样去找 怎么样去设 这些东西要啊 熟悉的应用 那么对于后续一些课程的学习 那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数学系的 它很多地方都需要严格的语言来叙述 啊 不是数学系的 你如果实在不理解 那就放过它就行了 跳直接跳过去 那不影响你后面的课程的理解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点建议 对于这些设计